跟我們分享一下在法國那場剪出 當時有個讓妳覺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嗎 我是6月4號跟7號會在坎城跟巴黎 然後我聽說那邊的場地是海岸 然後還有在巴黎場是在那個塞納河畔的船上 所以先不用 就是光想像之後覺得 哇好像會很難忘這樣 所以還蠻期待的 那其實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場地不同的觀眾 妳在表演內容上面會做出一些區分嗎 這一次到巴黎到法國其實有準備跟以往比較不同的內容 包括編制啊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屬於我自己民族性的 因為我泰雅族嘛 會把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東西帶去法國去表演 那這一次金曲音樂節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會很期待這個活動 所以也會把在法國的表演一些精神的東西帶去台灣 好 大家好 張許書豪 張許書豪如果你還很陌生的話 我來提醒大家給一個小提示 在去年的頒獎典禮這句 哥哥 妹妹 記得吧 這是被蕭敬騰親自 親認的哥哥 許書豪 聽說那個時候那段橋段大家全場都笑翻了 而且你後來還寫了一首歌對不對 後來呢 因為這個事情大家有看到 然後我就把這首歌後來就 把它寫成一首歌 製作成一首歌 然後真的直接找到老蕭本人 直接來跟我一起合唱 你叫你弟弟叫老蕭 他已經習慣了 很習慣了 我叫小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在這首歌 你要不要歌曲內容幫我們介紹一下 然後聽說他有幫你彈鋼琴是嗎 對 這首歌的歌名就叫 別再叫我哥 對對對 然後副歌第一句就是 別再叫我哥 我比較講鋼琴的人 所以很多人應該就誤會了 喔 是是 那其實我們正在講 很多男生可能遇到這些狀況 就是可能因為有一些 很好的紅粉、知己 這樣算是一個好朋友但是女生的 那有時候你日久深情 然後不想要再叫對方妹娘或是學妹 不希望對方再把你唱什麼歌的時候 就有這種心態 怎麼樣突破那種友達以上 練情未來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好那所以在那個當天 我們可以聽到這首歌嗎 可以 好 好 請看一下右手邊有一個黑色T恤大哥 好右手邊的部分 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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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